大家好,我是Jasmine 这个video呢,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这个清肝清胆的解释 在这里呢,我有一些 给大家看的一个报告 就是在4月17号到5月21号 我们会做头一个清肝 叫做Juva Trio 然后5月22号到6月23号 我们也是在清肝 不过这个是比较深一层的 这个叫做Rejuvenate 然后6月24号到6月30号呢 我们就要冲这个胆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拉出来 是有那个胆结实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下 要怎么做 那我先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肝是非常的重要 要是我们身体上有查了什么毒素的话呢 在皮肤上它第一次 它一下子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 因为皮肤是我们体外最大的器官 肝脏是体内最大的器官 所以肝的主要作用是给它排出这个毒素的事情 那我们中国人呢 就知道我们的肝是叫做The Seed of the Soul 是灵智之味吗 就是我们的很多 我们的情绪等等之类呢 是给我们的肝是有关系的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人是没有办法 来释放别人 或者饶恕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很有爱心 很有大方 又有爱护自己 爱护别人的情形下生活 所以这些当我们把肝清除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能够把情绪翻开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东西翻不开 翻不开的时候 其实是自己眼泪坏了 肝脏的健康也是对我们的荷尔蒙很有帮助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把这个翻译成中文 最主要呢 我们4月17号到5月21号呢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Juva cleanse 然后要有Citrus fresh 还有这个Grapefruit 我给你们看这个图画 等一下 这一个 我们是在两个礼拜会用一套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两套 如果你没有两套 那你就一套也是好过没有了 所以你首先呢 要把这个Juva cleanse 30滴的Juva cleanse 放到一整瓶的Citrus fresh里面 然后4月17号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参在一起了嘛 就10滴的这个参在一起的 放到2毫升的60ml的零下红 你早上吃过早餐之后 你就喝 到中午吃了午餐之后 你就加10滴 这个葡萄柚 放到我们这个零下红里面 也是这样子喝 他主要是到我们早上吃这一套的时候呢 他会在肝呢 胆呢 把那个毒素拉出来 到我们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葡萄柚还有零下红呢 就给他推出去我们的身体 当你刚开始用的一两天 三天四天的时候呢 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 你会很累很累 这个最主要原因呢 因为这个毒素被拉出来的时候 可能你的肝脏的毒素比较高 所以你整个人会觉得很疲劳 到中午的时候 你把引进也开不了的 如果这个情形的话呢 你就要退下一点点了 不要做10滴 你就换一个 你就换成早上 不要做10滴 你做3滴到5滴 然后你再加这个葡萄柚 3滴或到5滴 就是同样的放到六个 60个ml的那个零下红里面喝 中午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不要做10滴 就是做3滴或者5滴 的这个两个参加一起的 还有再加3滴或者5滴的葡萄柚 如果你不做葡萄柚 你也可以做其他橘子类的净油 也是一样 可以做柠檬啊 还有那个甜橙啊 或者是那个lime啊 等等这里都可以用 我们这个呢就做一个月 做了一个月之后呢 我们的日期是什么呢 我又忘了给我看一下 就是4月17号到5月21号 我们就每一天就这样子做 到5月22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第二个清肝清胆的作用了 这个呢叫做rejuvenate 所以我们有优务方的公司 有juva这个字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肝的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有四个 这种四个的营养品 首先呢这个comfort cleanse 这一个 有一些国家叫做comfort home 有些国家叫做comfort cleanse 它是很类似的 它不是一模一样 不过它是很类似 我们用两个 哪一个都可以 你可以买得到哪一个 你就用哪一个 那comfort cleanse 你早上你用两到三颗 然后吃完了之后 也吃这个detoxazine 也是两到三颗 然后你要吃一个 一个茶匙的juva power 我呢是喜欢放到这个 almond milk 叫做杏仁 杏仁汁啊 或者豆浆啊 等等 这你可以放到里面 然后我自己也是中国人 我不喜欢喝冷的东西 所以我加一点点热水 嗯 非常的好喝 那你可以 放在林霞红 也是可以的 你这样子这一套呢 你要早晚的做 所以一天做两次 如果你觉得 你要积极一点的 你可以中午也做一次 所以一天三次也是可以 或者两次也是可以的 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要去睡觉之前 你就是一个茶匙 放到四到六个毫升的 开水里面 给它冲 冲了就去喝 喝了就睡觉 那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一套 因为这一套呢 真的是深入的 把我们的肠啊 肝啊 给它清除掉 我们吃这个comfort cleanse 或者是comfort tone呢 它是其实是在 我们的大肠里面 所连接里面的一些 啊 我们有吃很多奶啊 油啊 糖果啊 淀粉啊 面包啊 饭啊 等等之类的 我几十年吃下去哦 所以我们的大肠呢 应该是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呢 有些人的大肠是变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 我们吃的东西 全部捏捏捏 捏在我们那个肠子里面 使到有时候呢 念得很重很重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小小的洞 所以呢 有很多时候 很多人 他们的 拉出来的大便呢 是水水的 因为他这里 已经没有地方走了 他就水水 在游出来了 那很少人 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大便 那我知道了 你知道怎么想是讲大便呢 其实呢 是我们有根据能力的哦 你的大便好呢 就代表你的健康好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呢 我们中国文化的皇帝 他们都有些太监 去检查他的大便 看看他健不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 讲一讲这个话题 我们的大便 应该是要到 三到五寸 像一个香蕉一样的 那就是很美好了 可是因为 我们的大肠啊 里面呢 都是被挤塞了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大便 拉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Comfort Clean和Comfort Tone呢 它是帮助我们 把这些添在我们的 那个肠子里面的东西 给他弄松他 然后Detoxazine呢 是帮助我们来排毒 然后Juva Power呢 是一个很 对我们的肝 很有健康保健的 一个营养品 所以在做这一个月里面呢 我们的肝啊肠啊 都是被爱的 是使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活动看起来 很积极的 那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之前 要吃这个Alkaline呢 这个把我们的酸碱平衡 给它平衡下来 这样子的话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从11点到1点 是我们的胆 会被排毒 1点到3点 是我们的肝被排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排毒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那个酸碱平衡是很 很好的 那你排毒就会有 更好的结果了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会从5月20 22号到6月23号 我们做一个月 这个其实不难 很容易的 其实这个Rejuvenate呢 是应该要做4个月的 可是我们这个 大团体里面做呢 我们只做一个月 然后之后 如果你自己觉得 这个对自己身体很好 那你也可以延长 给它做4个月 其实呢 当我们的肝脏 还有我们的胆 很清洁 那个活动很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 就会开始有一些 很好的体相 比如说我们的荷尔蒙啊 我们的那个糖分啊 胆腹筍啊 维他命的吸收啊 红白红血球啊 还有我们的钙啊 云啊等等之类的 都会变成很健康的 至于我个人来说呢 大家知道我要平衡我的血糖 我现在已经是 在做了第二个月 我是2月份已经开始做这个 Rejuvenate 我要打算做到6月 所以我要做4个月 自从我从1月份去亚洲 大旅行了之后 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我的血糖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一回来 我就开始在清肝 可是我这段时间 去验我的血糖的时候 其实我的血糖是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在清肝 所以会看到有个更大的效果 然后呢 去了哪里呢 好 那我们到6月23号 我们就会清完这个第二次的肝 这个6月23号 然后呢 6月24号呢 我们有一个礼拜 就是24号到30号 我们这一个礼拜呢 是冲我们的胆 尤其是那个胆结石 这个只是一个礼拜 所以我要给你们讲要怎么做 有一些字眼 我可能中文不是太清楚 可能我要讲英文 不过你们自己可以翻译一下 第一到第六天呢 我们其实是很正常的生活的 不过我们在准备我们的身体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早上的时候 你就把 把那个 那个 柠檬汁 或者是那个 Lime的汁 给它 挤在一杯的 卵水里面 你就去喝 然后呢 每一天要喝 四到六杯的苹果汁 那对我来说 我就不会吃喝苹果汁了 因为苹果汁太甜了 你可以用这个 apple cider vinegar 这个是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这个是那个醋 apple cider vinegar 它里面你买呢 它有一个mother在里面的 你就买那个 你可以喝四个ounce的 这个apple cider vinegar 要是你不喜欢呢 你也可以喝这个 tart cherry juice 也可以 对于我来说呢 我是不会喝这些果汁啊 还有醋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醋 还有吃这个 mallet acid capsule 就是这几个字也 你可以查一下英文 还有每一天 你要吃一个大的苹果 到第六天的时候呢 你一点半之后 就不可以吃饭了 你一点半的时候 你可以蒸一些蔬菜 简单清淡的 可以吃 所以千万不要吃 什么烧烤啊 咸酥鸡啊 这些就不要吃了 然后呢 第六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六点的时候 你要把四个tablespoon 茶匙的 Epsom salt 我不知道Epsom salt 英文叫 中文叫什么 可能你要google一下 这个是要 USP grade 就是可以吃的 你四个茶匙 放到24个ounce的水里面 你最好就放到一个罐头里面 那个我们那个mason jar里面 放在里面 你弄好了之后 你就放到冰箱去 晚上六点的时候 你就从冰箱拿出来喝 六个盘子的这个Epsom salt 我可以跟你说 这个是很难喝的 真的是很难喝 它有苦苦的味道的 你给它放在冰箱里面 冰冰的 然后再放一个水水管 这样子喝下去就算了吧 你六点喝了之后 八点还要喝一次 喝了之后呢 十点的时候呢 你就要喝什么呢 你就要喝这个橄榄油 半杯的橄榄油 再加上四分之三的那个葡萄柚的汁 不是精油哦 它是那个汁 你把一个葡萄柚 给它挤挤挤挤 挤到一半的杯 然后再加四分之三的杯 然后再加半杯的那个橄榄油 给它放进去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你已经从一点半 饿到晚上十点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饿 所以其实这个不难喝 就好像吃这个沙拉酱一样 你就鼓鼓鼓鼓鼓给它喝掉 十点之后你就去睡觉了 早上六点 你转个闹钟 给你醒起来 你六点的时候 你又再喝这个 很难喝的这个Apsom salt 也是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喝 因为这些Apsom salt呢 是帮你把那个胆结石给它打碎 橄榄油是帮助它能够排的 所以你六点早上喝六个盎司 八点早上再喝最后一杯 就喝完了 那其余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一个礼拜呢 你可以用这个release 还有juveflex 放到你的肝脏和胆里面 就是你的右边 在这个肋骨那里 我们的肝和肝是很大的 它是从我们的前面包到后面 而且肝的里面呢 它是包着你的胆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精油放在那里 你可以插在你的右脚 也是可以的 那你八点钟喝了最后一个苦苦的那个Apsom salt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上厕所了 上厕所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呢 可能你没有什么 不会听到有什么效果 或者你可能会哦 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胆结石给它拉出来的 所以呢 可能你做了一次 可能下一个月 可能还要做多一次 做几次之后你就会看到的 所以其实这些结石 你应该要给它拉出来 好 今天我就要讲到这里了 然后呢 最主要呢 就是 当我们在做这个排毒的时候 最好你每一天可以喝 比如说你是一百磅 你就要喝一半ounce的水 所以你是一百磅的话 一百磅的话呢 一半就是五十个盎司的水 所以你要喝足够的过滤的水 第二个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出来运动一下 慢步 最少要七千步 因为呢 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呢 是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淋巴给它活动起来 淋巴就是收集这个毒素的 所以你活动起来的时候 这个毒素可以排出来 所以一天至少可以走到七千步是最好 如果你不能够每一天走 你一个礼拜做两到三次的去走 也是好过没有 如果你们可以家里有条件可以泡澡的 至少一个礼拜泡澡一次 休息休息 休养一下 然后呢 最好是晚上十点半之前呢 就要入睡 到十一点的时候 已经是很深入的睡了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十一点到一点 我们会有一股的能量 在把我们的胆的那个毒素给它排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熟睡的时候呢 你排毒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你做的所有的工作 它会比较加倍的有效 然后从一点到三点晚上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肝脏排毒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要在最好十点半开始去入睡 十一点已经是深睡 就睡到六点五六点七点起来 那就是最美满的了 然后呢 我们每一天 我们在这个英文组里面呢 我们会用英文 我们会把一些很放松心情啊 一些诗歌啊 还有一些金句啊 全部我们会放到里面 如果你可以看英文的 或者你们可以翻译的 也请你每一天都来到这个团里面 来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心情 然后呢 吃的话呢 我们要吃的健康一点 在这过程里面呢 最好我们吃的是最完美的 比如说你想吃苹果拍 那你就不要吃苹果拍了 你就吃苹果 如果你要想吃香蕉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 也在参与 你就不要吃这个 Goring Pizzan 你最好呢 就吃Pizzan而已 就是香蕉 不要吃炸的 煮饭的时候呢 就是煮最完美的 一个鸡啊 一个菜啊 就是它原装的 不要买一些比较弄好的 咸酥鸡啊 等等之类的 就最好少吃 或者是不要吃 吃多点水果咯 喝多点清水啊 就很好了 然后呢 最好每个早上 要在外面 晒一个太阳 至少十分钟 晒一个太阳 你给你早上的 Morning Glory 会比较 很好的哦 然后呢 最重要呢 不要埋怨 有事情不高兴的 给它 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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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肝 还有我们的胆呢 就是 埋葬很多 心情不 饶恕啊 很苦毒的 一些感受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清干清胆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机会 把它给它排出来 好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问题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讲中文的Zoom 礼拜 二是台湾 礼拜三是马来西亚 我们可以发个问题 谢谢 拜拜